幾句 幾句 都不是幾句 我們有問 劉怡祥 沒有說錯 劉怡祥和陳茂波 有關長者縱援 這件事現在說額外 那些錢 我們當然不方便引述他 但我們的印象很明顯 這件事林鄭今次是拆彈 或者是補鑊 或者是遮醜報的 這個手段很明顯 是真的暫身的 我們的感覺 這個司長和主要局長 都是 不明所以然 但也不需要 額外來 立法會那裏拿錢 我自己 個人希望 對 在動物權益那裏洗費 譬如你是保護野豬 就應該有過千萬 遇到 那你過千萬 就不是要來殺豬 而是要來幫他們做那些避孕 那些避孕藥很貴的 還有每一年都要求 他是忘記那些人道毀滅的 那一百萬 就不是說不准人道毀滅 但是你不要開宗明義 有個這樣的錢在這裏 說要來殺動物 還有新界東北那裏 將會搬遷有成五千個 五千隻的動物 主要都是貓狗 他承認就不引述他 但是官員呢 你跟他說動物 他就有一點 我回去看看 都要 我自己也都 最緊要是有關自由行 和大陸團 是應該要收緊收緊的 因為他是財政司 陳後波 他是旅遊事務委員會的主持 他是主席來的 由他主持會的 他應該看看 現在說接下來 看我們的經濟 今年會超過六千萬人次的遊客 大哥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們整個英國 整個日本 不是跟你說倫敦 不是跟你說東京 人家整個國家 每年的遊客人次 都是三四千萬人次 香港一個城市 六千萬 我可不可以改造呢 跟上高談一談 二百萬的限制 每個月二百萬 就是來到二千四百萬人次 不是你說的 六千萬 一半都不夠 可不可以談一談呢 這個是 看看怎樣 仍然是 少數族的學生 學好中文 五千一百萬 容樂會是要求 教好他們作為中文 是第二語言的 然後香港電台 就說明很慘 那些機器很破舊 陳柳都很破舊 那每年十億 就不太夠了 可不可以至少考慮一下 去到十二億呢 謝謝 我在這裏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次 鬧到滿城風雨的 將長者縱援的年齡提升到65歲 雖然從政策上跟陳柳波沒有直接關係 但因為這次林鄭月娥是說 塞了在財政預算案那本電話簿那裏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 一個這麼重要的政策 如果塞了在你財政預算案呢 你在你的政策延遲那裏 是沒有理由一句都不提的 所以我說你小心下次 又被人這樣塞了在你那裏 你就應該在你的延遲 在你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是必須要提醒市民和議會 第二樣關於 我年年都叫他們全民直接回水的 我就說你今次這個關愛共享 補足你四千元 又搞到一鍋舖現在 搞到我們的區議員啊 地區幹事啊 填表啊 問題啊多羅羅 為什麼你不是去直接回水 人人都有呢 當然他又說回那樣 當我退完 這個不是說我引述他 退完稅退完差響 之後有人就是 覺得遺留了一些人 所以要給他 其實 永遠你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是有些人在你這些 所謂針對性的退錢 或者免稅的方案裏面 是不會受益的 那怎麼辦呢 會搞到 連年都是搞出一鍋舖出來 但是我感覺就 因為今年的財政影域 大家都知道 會比往年低 我當然又叫他全民直接回水 但我覺得他今年會做 或者甚至是關外共享 這個補貼都未必會 大家會見到 近期財政司不斷地說 外圍的經濟似乎不是很理想 擔心會影響香港的經濟 而導致有一個下滑的風險 因此他最近不斷地說 他有個方向就是 撐企業 保就業 和找經濟 我跟他說 你這樣做法 就很大機會 只是偏向了商界 和一些既得的財團 對於民生方面來說 始終你都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說要求他 在他的大方向 是要有一個保民生的方向下去 那怎樣保民生呢 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再依賴一次性的 那些派堂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民困 而最重要的是 增加這個經常性的撥款 特別是在教育、醫療、房屋等等 裡面來說 應該是多些的經常性開支下去 其中我希望他有撥款 是100億 就放在一個 長者的基層社區的支援那裡 因為大家知道 目前就是 那個長者的勸 不是很成功的 很多的長者 就在地區裡面 是很需要多些支援 特別現在 政府正在暢熱 是家居安老 但如果你沒有 一些資源下去 你這樣做不到這件事 另外 我希望他能夠 增加了 成立一個 200億的基層醫療基金 大家知道 就是在葵清區議會 能夠拿了2.1億 提供了一些 雅科和雅科的醫療服務 是很受歡迎的 實際上 反映到 社區的醫療服務 現在實在是很缺乏 如果能夠多一些 基金推廣 社區的基層醫療服務的話 我想解決了很多 一些社會的問題 另外 我們希望很特別 拿到300億 來改善 現在公營的雅科服務 大家知道 長者最頭痛的就是雅科 雅科服務 雅科服務 現在很短缺 我希望他改善這方面 另外 我也希望他能夠 回購回廣鐵 以及為一些全日制學生 提供2元的成績優惠等等 這是我所說的 我記得發言是萬必說的 關於財政言語上每年都被受批評的 那個猜響問頭 我們也有提及到 我自己也覺得 在整個的財政分配上面 是應該要合乎公義 不是應該 有錢人反而好像退得多些 市民是無法分享到 財政言語帶來的成果 我自己也有提及 比較多關於教育上面的開支建議 施政報告裡面有提及 關於很多的大專撥款 都是關於一些科研的撥款 創科的撥款等等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撥款不應該只是眾言興教 要確保到大專教育的教學質素 我認為應該在教育上面 提出一些專項撥款 穩定到大專教師 能夠有多些全職的職位 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這個是我自己也有提出的 當然 有一些老問題 都經常來到社會 都批評 就是很久都沒有檢討過 那個大學的學士學位 我們是應該 社會向前進 應該智力來增加這方面的學位 讓更加多學生能夠升學 這個也是我的建議 謝謝 我集中講一件事在這裡 就是現在的房屋問題 水深火熱 政府暫時在過渡性房屋那裡 只是給10億這個發展局去做一些基金 就給NGO去申請 這個是遠遠不能夠滿足到 住在劏房 但是又未排到上公屋的居民的需要 所以希望財政司以致整個政府 承擔這個 起過渡性房屋的責任 今天見完財政司司長 他的反應都是無無表情 我代表新聞主義同盟 提出我們很多的建議 我講幾點的 主要都是投放醫療福利 那就輔助弱勢社群 和限購、增稅、港人、安居、樂業 特別是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我批評他連派4000元 都派得特別壞個人 更加不要說 過去一直沒有做好一些長遠規劃 才是社會上有派錢的訴求 特別是在醫療這方面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 應該是將獎者醫療券 由現在的2000元增加到3000元 而那個累積是可以去到6000元 也都是要在佔衛生開支裏面的 基層醫療的比例是要提升 18區也都是要引入 公營牙科的服務 也都是要投放大量的資源 去增加醫生和護士的培訓學位 令到那些前線的醫療人員可以認對的壓力 至於限購增稅 就是增加資產增食稅和土地空置稅 限購就是限購令 特區政府應該要仿下澳洲和紐西蘭 去引入這個限購令 去限制非本地的買家和公司 去買入一手樓 以及去留待我們 讓香港人有足夠的機會選擇 去有一些負擔得起的 置業的機會 答案 要看到 OK